吉安相公所10月底举办了第一届 缤纷吉安幸福社区新光秀社区一年大赛 经过一连串精彩刺激的竞赛之后终于成绩出炉了 7号上午在吉安国小隆重举行颁奖联礼 这一次的冠军宝座是由吉安社区发展协会荣登 第二名是由仁和社区发展协会 第三名就是由仁安社区发展协会拿下殊荣 吉安相公所举办的第一届 缤纷吉安幸福社区新光秀社区艺能大赛 7号上午在吉安国小进行颁奖典礼 这次的冠军宝座是由吉安社区发展协会荣登 第二名为仁和社区发展协会 而第三名则是由仁安社区发展协会拿下殊荣 颁奖这天他们也重现精彩表演 让现场群众看见他们的练习成果 疫情期间我们分项分区分人数来进行比赛 也录制了我们的CD 今天是我们的颁奖典礼 有代表人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做颁奖 很开心的是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村长还有所有的协会的成员 使出了18班武艺来进行比赛 我想每一个队伍都是最棒的 每一个人表演都是最赞的 所以我们今年录取了前三名以外 更录取了很多的创意奖 才艺奖 服装奖跟最佳的精神奖等等 我相信快乐乐火在吉安 优素贞表示 看了各社区精湛的演出 心里满满的感动 吉安乡公所已经连续两年 获得全线社区业务推展评鉴第一名 这殊荣绝对不是乡公所各自的成绩 而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 从亲近家园 步入乡弄林里 看到村长社区发展协会及职工等等 各种推展的力量凝聚服务量能 让吉安乡成为四姓宜居的快乐乡城 记者 徐立琴 吉安乡报导